全能一飞 废物迪小姐 第201集 任锦萱没有说话 双臂更紧地环绕着江子生的细腰 江子生被他孤得有些难受 微微喘着气 不敢再有动作 他似乎察觉到了任锦萱的犹豫 很晚了 睡吧 江子生轻声道 烛火熄灭 整个房间都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 江子生什么也看不到 只能感受到身后男人传来的温度 江子生虽然有些困倦 却始终没有睡着 脑海依旧混乱得可以 世子 世子 江子生叫了任锦萱两声 也没听到身后人的回答 睡着了吗 江子生的声音有些不太确定 他缓缓地转过身 也看不到人 是